在日本一出人口只有1300人的偏僻村庄 一位叫小慧的女孩却突然失踪 等村民找到小慧后就发现她身体异常虚弱 医生检查后发现是贫血倒翅 但是小慧身上没有受伤的痕迹 唯独两处看似是蚊虫叮咬的口子 结果小慧在过几天后就突然死亡 这让医生根本不敢相信 因为她在检查后明确肯定小慧身体并不一样 医生想要解剖小慧尸体查看 但是却被她的父母拒绝 从小慧死去后 整个村庄就接见出现相同症状的死者 不管医生奴儿做检查都无济于事 这件事搞到村里人那是人心惶晃 从城里搬来乡下的下野是小慧暗恋的对象 上前小慧一直都会去偷窥下野 而这个举动下野也知道 但是导演乡下的她并不打算跟村里人有任何接触 本以为小慧死去后她可以摆脱这个纠缠 但是被偷窥的感觉不仅没有消失 相反还越加频繁 所以下野便打算暂时搬到自己在这个村庄 唯一交到的朋友小车家里 小车有一个做护士的漂亮女友 从她口中得知自己医院都快忙不过来了 因为像小慧那种情况的人越来越多 先是贫血 左右没过几天就直接死亡 而这些死者除了死法相同以外 他们身上都有两处看似蚊虫叮咬的痕迹 之后连一生发小安森的妻子那一续都因此死去 到了这个节骨验 就有必要开始了解死者生前究竟接触到了什么 而已经死去的小慧跟夏野一样都讨厌村里人 因为生前她打扮时髦 但是她的穿意风格在保守老旧的村人面前 就是放荡不知廉耻 所以小慧做梦都想考上大学 然后逃离这个落后的村庄 如果考不上大学 可以被村里刚建好的城堡主人说做洋女 那也不错 小慧生前就有把这个恋想告诉给闺蜜 但是闺蜜却吐槽 城堡太大还阴森森的 可小慧却不管 只剩一人来到城堡前 却果然见到春着华丽的男男打开了城门 只要小慧就失踪了 而找到她后就出现了身体虚弱的状态 不久后便死了 而安森在回忆妻子的生前进入什么时 提到他们在放烟花时 也碰到城堡的主人 郑志党和妻子千鹤 那时出于客气而邀请夫妇进屋坐坐 但是千鹤却说凯天在等门拜访 现在所有遗团全部指向的村里 这座刚出现不久的大洋房 但可惜的是 大家的注意力还没有关注到这里 只有几天 安森还要她儿子 以因为该症状而离开人世 医生认定这必然是新型的人传人病毒 但医生的另一个发小事情 却认为这些人的死因并不能用常理解释 而证实这个理论的人却是夏野 夏野最近总感觉小慧根本没死 而她也在一天傍晚真的看到了 小慧以一种全新形态的模样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的穿着比之前更加耀艳 瞳孔也失去了神采一样 但是说话的声音却没有变 她说她讨厌小车 理由竟是因为小车跟夏野关系更好 所以小慧很吃醋 于是她扑到了小车的身上 张开了那波属于人类范畴的牙齿 慢慢地接近了小车的波梗 而夏野只能全程目睹却无法阻止 因为她的身体仿佛被某种魔力给禁锢住一样 等她能够行动的时候 却仿佛作恶梦被惊醒一般 她立刻来到小车身边查看她的波梗 但是却没有伤口 可那个梗却又是那么的真实 如果按照那个梗来推理的话 之前出现的那些蚊虫叮咬的伤口 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耻翼 这后几天夏野一直对那天晚上看到的画面耿耿于怀 直到小车真的因为贫血而过世 她在确定那不是猛而是真的发生过 她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结果听到传闻 由于这个千人村中一直都是采用土葬 所以村里有关于复活师这个神秘传说 那是由死人复活的生物 所称吸血鬼 现在夏野打算要做一个实验 来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因为小慧生前爱恋过夏野 所以总会来偷窥她 夏野先是拿出一张小慧寄来的明信片 把它撕碎后扔到自己的窗户下 隔天夏野果然发现这些明信片的碎片少了很多 她知道小慧根本没死 至于原因她也不知道 和小车在发生症状之前 也确实跟城堡的小四有过短暂接触 现在医生已经彻底心态崩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想用科学解释完全行不通 一个接一个的人死去 她真的崩了 她的丑台被夏野看得见 于是夏野找到医生询问 小慧真的死了吗 我指的是死滔滔的那种 包括灵魂也死了吗 夏野没有直接告诉医生自己的所见所为 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人信 果然医生在听到夏野的询问后 直接笑出声 这是什么狗屁问题 不死后还要咋的 变吸血鬼还是僵尸吗 对的 夏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而医生也在说出这句话后 突然愣住了 联想到自己发小事情 说过这些实责 可能是非自然死亡 医生也在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想要揭开这些谜团 是否要跳出科学框架 就在医生还在想多问什么时 夏野却已经离开了 而同样在调查 这次离奇死亡的人不止夏野 小慧的闺蜜小薰 被弟弟小招 拉着来到城堡附近 弟弟说自己看到了一个 已经死去的村人 走进了这个城堡 他怀疑这个城堡有鬼 小招不知道他们在监视别人 可城堡的小司 也在树林后看着他们 担心和夏野发现了端倪 赶紧把小招他们 带离这个是非之地 他听了小招的发现后 决定去挖小慧的坟墓 如果小慧没死 那么坟墓一定是空的 小薰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弟弟和夏野疯了 但说不过他们 最后 真的敲开了小慧的坟墓 而果真如夏野猜测了一样 棺材是空的 而当时所有村民 都亲眼目睹小慧 被放进了棺材 在他们惊讶之时 小薰却突然被一双手 给捂住嘴 拉入了森林之中 随后 一张带有獠牙的嘴巴 朝大的柏梗洗来 幸好夏野及时赶到 他们终于亲眼目睹了 洗血鬼的出现 但准确来说 他们应该是传闻中的复活师 就是以死之人复活后 可以保留生前的记忆 但却没有呼吸 外表与常人无异 打死的复活师 拖到了小慧坟前 想要等人发现这个意样 可惜第二天 小慧的坟墓就被填平了 那具复活师也不知蹤影 所以夏野他们确定 复活师的人数绝对不少 包括他们的行动 可能也被对方盯上了 果然在半夜 夏野家就有一个小女孩敲门 他用赋语说 想要找夏野 但夏野现在还没回家 夏野附近看到小女孩怪怪的 本想到她之后再来 但是小女孩却又哭又闹 最后夏野母亲无奈 只能邀请她进来 小女孩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他们这些复活师 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邀请 是不能随意进入他人房屋 之前的使者 全都是有过主动邀请 承报力的人来做客 谜团逐渐揭开 而医生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必须挑出传统思想 所以他打算在半夜 守着病人看到底 会不会有坏事发生 结果第一天晚上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而果然如医生所预想的一样 昨天贫血的病人 发生了好转 这更让他坚持 124小时守着病人 看到底是否会出现吸血鬼 而他最近实在太累了 所以妻子公子出现 打算照顾医生 结果在公子到来的当天晚上 病人的窗户逐渐了异象 当医生大胆地拉开窗帘时 复活师就将映入他的眼帘 而对象竟然是病人的媳妇 奈婿 他的老公和自全都被他袭击欲害致死 现在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婆婆 因为有医生的看守 导致奈婿没有行动成功 等到天亮 医生发现病人的状态 变得更好了 他露出了行为的笑容 随后便和发小事情继续研究这次怪事 通过之前所有死者生前都与复活师有过接触 所以他们也推断出 复活师必须得到房屋主人的邀请 才能进入房屋攻击人 这个原理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但完全可以肯定 如果拒绝他们进屋 那么病人就能得到绝对的安全 被咬过的人不会在第一时间死去 因为复活师会进行多次吸血 所以才会导致病人出现贫血症状 而死亡的原因便是因为血液被吸干了 只要被咬过的人都会出现幻觉 再也无法进行自我抵抗 今天晚上 医生照样和士警在病房守着 可是突然停电 士警并想下楼去启动发电机 但是他却看到屋子外竟然聚集了一群的复活师 回首的还是那要劳的小慧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士警发现没有得到邀请 这些复活师都没办法进屋 而在病房的医生却目睹病人自己站起来 然后迷迷糊糊地打算朝屋外走去 医生连忙阻止 但是他却发现背后有人出现 小次他竟然能够进屋 原来他发现医生艾兰公子来到村庄后 就想帮设法得到了公子的邀请 这样一来他同样可以进屋随意行动 在达到医生后 他抱着奈去婆婆跳出窗外 所有复活师极力冲过来进食 医生整在楼上看着这一幕而无人为力 在大部队撤退的时候 小慧却脱离组织 原来他听说小四安排人要去杀死下野 被复活师咬死的人并不是百分百会变以复活 如果失败了就等于真的死去 在家里拿着班舍的下椅 也知道自己被复活师们盯上了 毕竟自己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秘密的人 但是这次的袭击他的人没想到是死去的好朋友小车 对方显然很愧疚 最后没有下手 跑进了森林中 下野追了过去 他下意识地来到了小车长驱的地方 结果在这里竟然看到了小慧 并且小四也住现在这 下野顿时感受到了危机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后攻击他的人竟然是躲在暗处的小车 他也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是因为小四拿大爱活着的家人作为一切 但下野并没有马上死去 而是找到了小灰的闺蜜 小薰 还有他弟弟小赵 让他们尽快搬出这个村子 现在医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些祸害 但是世锦就认为这些复活师跟人类无异 这么做的话 不就等于是变相杀人 而即使世锦会这样说 还是内心的纠结而导致的 因为他自己感觉他与复活师走得很近 复活师的总部可以被确认 就是村里的神秘城堡 而世锦跟城堡主人的女儿小沙关系很好 他喜欢世锦写的书 是对上号了 所以与小沙又一次见面的时候 世锦确认了小沙的身份 一人一失 边上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而因为村里的一起死亡的事实在越来越多 一生有想过去到处真相 但现实就是没有情人所见 这种超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人会去信 好在一个女巫站出来将矛头指向城堡的主人郑子郎 因为复活师的传闻 他是确信的 他所有村民一起去揭开真相 可是郑子郎却在阳光下行动 并且是有脉搏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 这件事过后女巫就遭到了陷害 显然正直上是早有准备 他正在按照自己的计划 蚕食着这个偏僻村床 并且让人根本无力反抗 但是有一个人却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那便是医生 只因为他的疏忽导致了妻子公子竟然被小四袭击 看到他搏更了两道口子 他立刻将公子带到医院 但这次并不是想要守护 而是在夜深冷静之时 任由复活师对妻子下手 最后公子在被吸光血液后死了 而医生要的就是一个可以研究如何杀死复活师的实验品 他导致让他的妻子牺牲 而这个时间段发生了两件大事 因为复活师基本都被小四玩弄在鼓掌之间 小四因为无法忍受饥饿之苦 最终将夏也给吸死 而在他生前 小薰和小赵呈司徒贴满符咒并24小时保护他 但却被夏也父亲活活害死 因为他认为小薰他们这些乡下人太过于风俭免心 于是便把小薰他们吃开 将所有符咒全部栽掉 至于符咒管不管用 先不说 但这只虚弱的夏也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守 当父亲第二天醒来时 便发现妻子的诀别性 因为夏也的死让妻子崩溃 饥饿的离别让这个父亲彻底失去理智 而小薰的父亲也被小慧杀死 小四蛊惑小慧 夏也也天天跟小薰他们在一起 嫉妒使他忘记了昔日友情 于是便出手了 最后的最后 这个复活师团体已经来开启了殡仪馆 目的就是更加直接方便 可以接受自己的伙伴 而医生在等待的几天总算有了收获 复活师先要提前限制住了他的行动 因为麻醉等各种药物 阻塞在他身上根本没有用 哪怕是身体受到的损坏都没办法杀死他 实验进行到最后 医生发现只有分头行为 以及毁掉心脏 用木桩搓进胸口 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置他们于死地 事情在看到实验场面大惊失色 他也因此跟医生决裂 他对医生太失望了 但事情并不知道 楼静敌方阵营的人数剧增 前赫已经赶在夜晚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猎物 等到天亮 医生找到自由伙伴 说出关于复活师的情况 但没有亲眼所见 大家还是选择性无视 哪怕他们潜意实力 早已相信了医生说的话 可都在观望 没有人想做这个出头尿 就在医生有些崩溃无力之时 已经死去的下眼 却以新的形态来到他的面前 他保留了自己的人性 对医生说出 你不是一个人 现在整个村子基本都沦陷了 医生本想去机关单位取报这件事 让上面的人前来救援 结果村部门都已经被复活师占领了 这个村庄已经慢慢变成了他们的乐园 领头的千鹤更是对医生产生了兴趣 于是在一天夜晚 灯文拜访 咬了医生 并对他催眠 让他要听从自己的命令 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 而事情也加入了复活师的大军 他对村民竟然产生了失望的感觉 而医院最后也成了复活师的目标 工作人员打给护士小绿求救 说有人在绑架自己 结果小绿打给医生后 却没有等他 自己孤身一人赶往医院 最后小绿的命运也可想而知 他也变成了复活师 醒来后的他不愿吸血 想到自己家人都是这样被杀死 而家人还运气不好 没有变异复活 可即便如此 小绿也不愿意去祸害别人 而所有复活师 战利最强的小四 却已经找到了下夜 因为他们两人是复活师中 最诡异的存在 可以在阳光下行动 可以不用吸血 可以吃普通食物 这种品类被杀死 称为狼人 没错 就是杀死 那个很小很小的女孩 她才是这场行动的主导者 齐在一起 小的时候 她就生自一个富裕的家庭 可是13岁 却被复活师咬了 而变成如今这副鬼样子 家人在知道女孩状况后 却还愿意接纳 但方法却是 把她关在一间房里 每天派人来送饭 但这些人都是有来无回 只有厌无这些生活的她 逃了出去 但是却找不到家人了 100年就这样过去了 她之所以要建立乐园 就是想要找到家的感觉 而谦恶的游戏也一直在进行 她戏削的一生 却被一生怂恿 去参加村民举办的祭祀仪式 想着一生都被自己控制 她也并不在意 但是当到了祭祀仪式后 那些神圣的东西 却还是让她有些后怕 于是便命令医生 立刻带她离开 不过一生却无动于衷 所以缓缓拉开自己的手臂 原来 第一个咬她的人是夏野 她早已被夏野催眠 所以之前一直听 千鹤命令的模样是装的 她引来千鹤的目的 就是让人清楚 复活师的真相 每一个人都在装傻充愣 可如果当他们直观 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尤其是小灰父亲 在听说千鹤就是 杀死小灰的人后 她立刻检查千鹤 是否还有脉搏 在确认没有后 这些人真的当场 处决了千鹤 而杀死他们也知道这件事 小四认为得逃亡 但杀死却让小四去解决掉一生 群众物质的村民 根本不足畏惧 她很心疼千鹤的死 而这些时间的压液 随着千鹤的死 也彻底得到了爆发 所有人开始大批样 去寻找复活师 因为白天 他们会陷入沉睡 以及不能曝晒阳光的原因 就一个白天 三分之一的复活师 就被清理掉 杀死他们的城堡基地 也被捣毁 前他在地下室的杀子 特别伤心 他说他只是肚子饿 他到底有什么错 而这个时间的市井 却在一旁很冷静地 陪着千鹤 他小的时候 正适度轻生 他也厌倦了这个村子 所以他竟然说 自己能够理解 杀子的心情 于是提供自己的血液 给小四服用 让他狼人体质 得到爆发 而不是复活师的 承包主人郑智郎 却是因为看到 自己家人多次被咬 没有编毅后 担心自己被咬后 就没有来后的他 便怂了 从小遭受家暴的他 产生了反社会的心理 他是打心底的 赞同支持复活师 这个团体 而复活师反抗的手段 就是咬了人类团体 给他们下达催眠攻击人类 这段医生 他们在复仇的时候 出现麻烦 因为医生只想 让这些生物回到棺材 跟村子回到原来的样子 但这些还不是 复活师的人类 要如何解决 大众要求也一并处决 他没有包庇任何人 哪怕看着自己儿子 变成了复活师 他也是第一个 冲上去解决掉他 现在复活师的数量 急剧下降 他们的另一个秘密基地 也被人发现 只因为小绿的自我意识 斩胜了本能 因为男友小车 给他抓来了一个食物 但是不想杀人的小绿 一直坚持自我 哪怕饿了 快崩溃了 也坚决说不 所有这个食物被小车放走 他尊重小绿的意愿 也是这个食物 告诉了大家这个基地的位置 最终 复活师大部队 基本都快被灭光了 带领头的沙子 觉得白天陷入了昏睡 小丝打算用自己去吸引火力 让士警带着沙子赶紧离开 结果才刚出发 就被医生和大船发现 最后他们追到了寺庙里 士警偷偷躲在寺庙的暗道 结果闯进来的人 却误以为士警母亲包庇了士警 而直接向他下手 得知这一切的士警 对村民更加失望 但他还是被人袭击 即便感觉快死了 他还是将沙子 带到一处地方躲藏 而小丝虽然战斗能力很强 但是却被夏野引到了一处坑里 用事先准备好的炸药解决了他 包括政治人 也早已被夏野解决掉 夏野对继续活着并没有想法 本来他们这些人 就是以死之人 至于小慧 在杀了闺蜜小薰的家人后 他也没有能逃出这个村子 最后被村民解决 他临死前 还在抱怨村民的落后 而小薰以及弟弟小钊 之前都被夏野救下 也不知道是哪个复活师 典坛的森林 而大村先生已经傻红了眼 他通过市井血迹 找到夜晚苏醒的沙子 本想解决他 却被市井偷袭 遇害 最后的最后 村子被大伙烧毁 即便没有烧毁 医生想要守护村子的愿望 也失败了 因为迟早会有 省会的人来这里救援 不相信复活师的他们 只会认为他们在杀人 两败俱生 就是最终结局 存活的沙子和市井不知屈促 但从他们之前的抱怨来看 他终究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 就像人吃动物一样 他也只是想要吃饱 他也不是自己想变成这样 他有错吗 这是2010年的神奇动画《狮鬼》 这是一部让人看完 无法内心平静的作品 剧中所有角色 都无法当年喜欢 不管是善良的小绿 或者是正义的一生 而抛开这些人来说 沙子的一句话 才是很多人讨论的关键 他用吃饭来推开 自己所犯下的罪恋 但他如果只是想要吃饭那么简单 或许这个村子 还不会有那么多事发生 他的终极目的是想要建造乐园 用我的理解来看 既然你都变成了怪物 为什么不让你的家人 也一起变成怪物呢 难道你想拥有生 看着他们脑去吗 这个说法根本够不成理由 如果您要给我选择 全篇最可怜的角色 那或许就是一些无辜村民 当人类的时候 要被怪物杀死 当怪物的时候 却要被人类杀死 己所不欲或施于人 沙子错过自己不想变成这样 那为何要把别人变成这样 而这个时候 又会回到最初的开始 我只想吃饱而已 好家伙 漂亮 而沙子的市井离去 未来必是 另一场灾难 因为市井这个角色的性格 也是很差劲 口口声声喊着 要找到和平相处的办法 却什么也没做 快着人类变少的时候 没有立刻劝说沙子 等复活识变少了 却开始痛恨人类 你还不能问为什么 问了就是他们也很痛 漂亮 原来人类就是无痛的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